有哪些在外面卖的很贵,但是在家几块钱就可以搞定的美食呢? 今天蓝妹儿就给你带来了苹果酱 用两块钱一斤的苹果就能够做到 早餐用这个苹果酱配上吐司,再来一杯牛奶的话 哇,生活真的是美滋滋哦 我们把苹果去皮之后呢,切成小丁 将切好的苹果丁放入到盘子里面 挤上一个柠檬的汁水,抓匀了 挤上柠檬汁,一来呢是可以延缓苹果被氧化的时间 二来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清新哦 接着加一小碗的白糖,白糖的量和水果的量是1比1 那因为是自己家熬的果酱是不放防腐剂的 只能依靠天然的保鲜剂糖来保鲜 如果用量太少的话,果酱就存不久了,容易变质 搅拌的时候需要用手用力的捏一捏 这样苹果的汁水更容易出来 静置一个小时,一个小时之后你会发现 苹果盘子里出了许多的果汁 白糖呢,也融化了 把苹果汁连同汁水一起倒入锅内 倒上纯净水,淹没苹果为准 小火慢熬一个小时,关火焖一个小时,再大火熬制 煮到锅内的汤汁不是很多,等锅内的糖水变得特别的浓稠 而且苹果丁呢,是那种透亮透亮的,就可以关火啦 等到熬好的苹果丁稍微冷却之后,再装入密封罐里保存 存果酱的瓶子千万千万不能有水哦 那这个苹果酱呢,可以做苹果派,或者夹吐司片都是可以的 而且都非常的好吃哦 谢谢大家